昨天我们新闻透视栏目曝光了一起长途客运车严重违规的事件 在我们的记者暗访拍摄到的镜头当中 一辆车牌号为1L32328的长途大巴 不按照规定的线路行驶 多次站外拉客 擅自甩客 所涉及的三辆车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超载现象 那么这究竟是处罚的力度不够 企业管理不严 还是私人承包挂靠等长途客运的经营模式 出现了问题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上海开往安徽四线的长途线路 由安徽省宿州市切出运输有限公司 四线分公司乘运 而昨天被曝光的1L32328 是该公司在春运期间找来的临时驾搬车 据了解 这辆车是一辆私营承包车辆 而其挂靠的公司此前已多次违规受罚 是老油条了 它已经受到过多次出罚 但是这班车的经营者还是屡教不改 昨天下午 记者到总站采访后 总站当即向该公司通报了 晚L32328的违规情况 在昨天节目播出之前 公司代理人轻车熟路地写了一份检讨书 然而 这份检讨书对违规大巴站外拉客甩客的行为 只字不提 反而谎称 晚L32328停车下客 是由于发生故障无法行使而采取的应急措施 今天一早 当记者把昨天的节目录像当面播放给这家公司的代理人看时 他立即开始推卸责任 可以转眼的功夫 这名代理人就溜之大吉 之后电话再也无法打通 在长途客运总站的帮助下 记者又联系上了四线分公司的负责人 没想到电话那头对方的态度更加蛮横 事实上 今年春运期间 本台已多次报道了 长途大巴 站外拉客 甩客 严重超载等违规现象 1月21号 一辆开往河南相城的大巴 在金湖高速紧急停车带上代客 被家庭交警查处后 竟想塞墙过关 2月4号 一辆开往安徽的长途大巴 在周家嘴路黄青路被查处时 车辆超载高达10人 今天下午 交通执法总队和交警部门 又查处了一辆高速公路上下客的长途大巴 司机当场被处以扣12分 驾照降级的处罚 看来 针对长途客运的种种完整 相关部门的执法力度不可谓不严 为什么类似的情况 仍是屡静不绝呢 业内人士指出 首先是因为相关企业管理不严 据了解 目前被查处的违规司机 大部分是承包挂靠性质的个体户 其所属的公司 除了收取管理费用之外 对这些司机在行驶途中 是否遵章守规 根本不闻不问 只要不被查处 就召开不误 按照规定 所有长途客运车辆都要安装GPS 以便公司对其行车线路进行实时监管 但实际情况却是 不少长途大巴上的GPS都是摆设 因为他知道自己违法违章的话 就有可能就是把GPS关掉 从目前法规上的条款 对企业未使用GPS的话 我们还没有相应的处罚条款 此外相关法规的震慑力也有所欠缺 据了解 目前管理部门处罚上限 是罚款3000元 目前的这个处罚手段 可能对这个违法当时 还不注意形成威慑 可能还需要相关的法律部门 对这个相关的条件 是不是进行研修 当然 站外上下课现象频频出现 还与乘客的乘车习惯有关 不少长期乘坐长途车的乘客 都有司机的电话号码 为了探图方便 或者携带违禁物品 通常选择在站外上车 不但忽视了道路交通安全 也给长途大巴增加了安全上的隐患 据了解 针对昨天曝光的长途大巴 超载拉客甩客等行为 市交通执法总队已经依照规定 对安徽牌照客车的业务票款 予以了冻结 并且通报给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部门 要求对相关车辆的违法行为 进行严肃的处理 对另一辆互牌的违规车辆 则做出了最严厉的停班处理 应该说相关部门的反应速度 和处罚的力度是值得赞许的 但是这些违规现象由来已久 光靠执法部门这样有一起查一起 看来还是无法真正的根除完整 对相关法规的修订和完善 才是根本所在